电影《国产007》的主角是一名客工退役后沦为卖肉摊主的007 某日,一具珍贵的恐龙骨架被盗 007被组织重新召回,派遣前往香港追查此案 在香港,007与联络人相情相遇 他实际上是金枪客的杀手,企图杀死007 尽管有些曲折,但007最终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 渐渐发现了案件的真相 在此过程中,他和湘秦逐渐产生情感 最终合作破获了案件,电影的主要情节如下 首先,恐龙骨架被盗 007被召回组织,前往香港追查此案 007不仅要面对警方和黑帮 还必须解决组织内部存在的问题 随着调查的深入,007与湘秦相遇 他们开始携手合作 最初是想不用自己动手,可以借刀杀人 没想到,计划失败 被杀死他 两人展开了一番生死搏斗 最终湘秦放弃了杀死007的念头 决定帮助他破案 随着调查的深入,007发现一个重要线索 金枪客中有一个叫做飞天猪的人 可能与恐龙骨架的盗窃有关 007和湘秦为了找到飞天猪,深入黑帮内部 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追踪行动 最终,007和湘秦找到了飞天猪 发现他就是恐龙骨架的盗窃者 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 007和湘秦成功击败了飞天猪和他的手下 破获了案件 在剧情的最后 007和湘秦一起搭上了回家的火车 展开了一段新的生活 整个电影情节紧凑 充满了悬念和幽默感 带给观众欢乐与笑声